柳成哲前面有個牌子寫特殊競賽 是什麼 接吻比賽嗎 跟誰啊 包水餃 身旁 接吻比賽啊 對 我跟他兩個 當然不是我跟他吻對方啦 那時候太無聊 女生很多耶 今天出現很多劇 打到實在太無聊 對 你們說很有聊啊 打賭打賭 我們要讀什麼電影 什麼10公升汽油之類的 因為那開車沒錢 我們面前加油 OK 好 我們就每節下課就在 走廊上等啊 只要有女生經過 你就把那女生帶進廁所 然後另外一個在外面偷看 看你能不能親到他 能不能說服到他跟你接吻 哪一種吻 其實吻臉頰還是吻嘴 當然是吻嘴 有需要舌頭嗎 我有點忘記細節了 反正大概就是真的要親啦 可能要French 等一下 起來一下 所以 我看一下狀況 所以是徐西蒂這樣子路過嗎 對 我們就等啊 欸 學妹 學長 幹嘛 來來來來 學長 我試給你講 什麼事 學長 我也乖了 我跟妳說 是嗎 妳有沒有男朋友 有啊 感情好嗎 還OK啦 嗯 妳沒想過跟別人嗎 就是我 反正你要看他是什麼擺音 他會怎麼樣 沒有學妹 如果這樣會一直呼你他的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妳這意思是說 如果女生看他是扭承責就會立刻降服啊 不知道耶 倒也不是因為扭承責 因為可能適合於我們的淫威吧 或者是 我們當時真的 你們根本是全鬥犯嘛 你們是一個 很有勝福力 那時候學長都是靈性我們學妹 或者是真的真的就 請問把女生帶進 女生廁所還是男生廁所 男生廁所 蛤 嗯 然後如果像剛剛那樣 學弟就尖叫呢 尖叫就是尖叫 應該是不會 應該是不會 沒有人尖叫 應該是高興都來不及 怎麼會尖叫 對不起對不起 這樣子 所以你在吻的時候 孫彭銀就要在外面看 確認有吻到 對對對 所以最後是誰贏 我不太清楚 應該孫彭銀吧 因為我都 你知道我都不敢這樣子 都說你願意讓我親一下嗎 如果他就不願意我就算 你不敢 孫彭銀就 你來 你知道嗎 你還不能問喔 有的會直接問 親一下好不好 那有沒有被你親了 結果就愛上你的 哎 好像有一些吧 真的蠻對的 哈哈哈哈 看誰來的 啊